现如今小丽已经怀孕有37周时间了,并且医生也提醒她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宝宝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生,所以在家一定要多加注意,按照道理来说,马上小丽就要生了,应该非常高兴才是。 可自己丈夫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,让小丽一点都无法开心起来,对此小丽说道,自己的老公一直都非常希望有一个孩子,可因为自己的肚子一直都没有动静。 最后再等了几年时间后,终于好不容易怀上了,这让老公是非常的高兴,并且在知道小丽怀孕的那几天,好几个晚上都高兴的睡不着,并且在小丽绝大部分怀孕期间,老公的表现都是相当的好,最重要的每天只要一下班就会往家里赶。 回到家就变这样给小丽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,每天还会给宝宝做胎啊,吃完晚餐还会陪着自己散散步,虽说很忙,但老公看上去非常的开心。 所以,老公这么的体贴自己心情自然是好了,但就在最近的一个儿内,小丽发现老公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,完全都变了,原本自己的肚子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大了。 行动也是更加的不方便了,按道理来讲老公应该比之前更加的照顾自己的才对的,并且对自己也应该比从前更贴心才是啊,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。 老公变得每天天还没料就出了门,同时天天回家的时间也是一天要比一天晚,与此同时每天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躲进卫生间里面洗澡,然后洗完澡到房间倒头就睡着了。 最重要的小丽的身体情况,以及肚子里宝宝的情况,最多的也就只是问一两句,然后就开始呼呼到睡了。 在每一次小丽在问她的时候,也总是打满呼点,一两句话就给打发过去了。 对于老公的种种表现,到小丽心里,觉得非常的纳闷,在以前老公其实也是很爱赶紧的,即使是在冬天也都会隔两天就大洗一次。 可是老公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会洗澡,关键是一回到就会直播在生间,原本一个孕妇每天独自待在家里面,想法就很多。 在这丈夫的表现却又这么的反常,因此这让小丽不得不去多想,而且想的也是往坏的方面想。 小丽白天在家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,眼看着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。 如若真是和自己想的那样,那么自己和刚出生的宝宝又该怎么办了? 终于,小丽决定一定要弄明白事情的真相。 这天晚上老公又是将近快晚上十点半才回家。 老公和往常一样,回家就只奔卫生间,于是小丽在等到老公进去一会儿之后,门的门桥就直接将卫生间的门给打开了。 而就当她在看到自己的老公的样子时,完全惊呆了。 因为她看到自己的老公并还没有洗澡,而是在洗衣服,最重要的是盆子里面的水液被洗得很黑了。 不用想就知道这衣服该是有多脏了,其实这都还好。 让小丽更加惊讶的是,老公还没有来得及洗澡,小丽看得出老公的身上还很脏,并且看到身上那一块这一块的浴青, 尤其是老公肩上很轰很轰的两条垫子。 当时小丽真的是看得触目惊心,但小丽并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了,自己的老公为什么会成为了这个样子。 小丽就问老公到底是怎么了,但在一开始不管小丽,怎么问老公就是不说。 直到最后在小丽的反复追问之下,老公才终于说出了实话,而就当小丽在得知事情之后, 却早就已经哭成了一个类人儿,因为老公的单位不景气,并且已经在两个月之前就倒闭了。 因此小丽的老公也就自然失业了,但老公为了不让自己已有身孕的老婆担心,所以也就没有说出来。 可在想的宝宝马上就要出生了,宝宝一出生就会需要很多的钱,于是他就一个人跑到工地上面做工去了。 再者因为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技术,所以就只能是在工地上做做力气活,给别人帮忙搬搬砖,搭水泥的活。 虽然说小丽的老公是一介书生,但只要一想到自己的老婆还有马上就要出生的孩子,他就显得盖劲十足,为了可以多赚点钱,所以每天就只能够是起早太黑的。 听完老公的话小丽非常的伤心,同时也更加心疼自己的老公,认为自己真的没有嫁错人,再者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男人。 因此小丽觉得和这样一个男人在一起,不管有多么的苦,也是幸福的,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的这个老公,同时也相信这个家,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